然后基金啊保险我自己也买期这样就好 可是确实这样的一个商品对于不懂理财 然后钱又不够 那又想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工具 能够达到理财效果的民众来说 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存在的需要跟必要 那所以说其实刚刚亚文提到那几家公司 就会觉得说那你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政府再这样搞下去 他们就要就要完全测词 云老师你听了这个艳丽他真的是有话要说 我想我们涉及到什么呢 因为金融产品有很多它是相同的叫不同的名字 你现在基金如果不必交税的话 那我投资金保单你要磕税 那我改名字改成基金嘛 就不必交税了嘛 我的名称可以变 实质的内涵并没有改变嘛 所以说这个就牵涉到 就是市场上如果你只对某一种商品 金融商品歧视的话 类似其他的金融商品就取代了 那当然这个保险 课税的问题 在这个租税公平理论里面 一直是个很争议性很大的东西 有人就说你只要你有赚钱 你就应该要课税 赚钱是要课税 可是保险 我如果投一个投资保险的话 我投资保险的 我买保险的保险费 是交货税的所得付的 我已经交货税了 然后这个保险是保我自己生命 或者保我意外 等到出险的时候 这一部分你再课税 然后我投资在这个 我这个买的保费 我们现在是有上限设定的很低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说既然我的保费部分是交货税的 那我最后你赔 你又要再课一次税 这个好像是很不公平 租税理论里面就是一个争议 大家就要讨论 吵个半天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 可是我们现在 当然从财政部的角度来讲 你赚了钱 我要课税 这个是所得 而且这个是 我们国库收入这么少 对不对 那我看来你赚那么多钱 你不交税 你说财政部看大家赚钱就眼红了 所以我是觉得 也许像这一类的东西 做一个全盘考量 如果是所有的证券投资 包括股市 你都要交证所税的话 那这一部分你一起纳入 这个合理 证所税如果不课征的话 你课征这些税 到最后你还是课不到 我换个名称换个方式 你照样课不到 所以我是觉得 这种这个 目前的这种 财政部的这些做法 也许要从整个 租税公平的角度来照演 而不是只看某一种 这个一种收入 那这种收入 事实上跟别的证券市场的收入 事实上是完全相同的 像一种经理 你还看好就是说 这段时间比如说 有人说因为包括金融风暴 另外外加所谓的可能课税 有像有很多人就考虑 本来是要买这个投资基金的 比如说他们有原本业绩还不错 后来在这段时间据说也萎缩了 掉了好多 就是基金的部分有萎缩 可是最近好像又热起来了 因为就觉得好像资金又糊落起来 现在定存又变少了 很多那个投信的钱又变多了 那基本上就是说买基金 跟我们也是那个正面的 那透过投资保险来买基金 我们还是证明 因为投资保险多一个安定的功能 像有一个统一资料就是说 目前我们的授钱保单 就传统的授钱 保而是70万 可是我们投资保险是140万 所以这个140万 这个人如果往生的话 对社会有安定的功能 所以真的 不要一刚只打放一船人 有些真的是为了保障的 如果觉得说有少数的话 少数人不对 我们就设一个门槛 比如说他现在遗产只有设个门槛 那我目前是130 发生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的基金有100万 我的保险的额度要130万 40岁以下的 那设个门槛就是说 那我真的有保障 我不是说我的基金100万 我的保险100万 那就是买基金了 那我基金100万 我的投资保障130万 那我就有买保险 这对社会的安定是有加分的 所以我们真的 不要一刚只打放一船人 我们也来看一下 各界对于这些 投资型保单 课税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大都会的总经理 孟子文他是说 客户被税率引导 他是就会避免 就改去买这些传统的 这个免税的传统受险 然后让他们的利差是雪上加霜 那另外安年人寿 他们那边表示是说 打击民众长期的投资信心 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变成 将来这个没有退休的积蓄 成为国家的负担 那另外美商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外界误解了 因此呢他们打算联合 这个美欧的社商会来反对 我们要克税了这件事 那受险公司表示 就是说市场的衰退将近九成 所以他们强烈的希望 可以维持现状不要克税 那金管会是说 如果要克税的话 必须要先修法 否则要反对到底 林老师 金管会当然也反对 但是他说要修法 这个部分 他的一个利润点是什么 我想他是一方面要讨好财政部 另外一方面要讨好同志人 所以选择一个比较中性的立场 就是说你希望不克税 你去修法 你们自己受险公会 你去想办法 透过立法院去修法去 他就没有责任了 那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 如果要看的话 还是要从租税公平的 这个根本的精神来看 如果你真的要 这个资本利得要克税的话 全部都要交 而不是针对到某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这种产品本身 它有蛮大的这种替代性的 那否则的话 你这种克税就是一种 对这种产品的一种租税歧视 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个覆改 要真正的去做付税改革 而不只是抓一些小的地方 小的逃漏税 就认为你改革了这种租税 因为我们的租税的不公平 严格的来讲 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这个不公平 我们怎么样能够 让我们这个政府知道 要让这个税 真正的有钱人交税 交的税比较多 然后我们这个租税 人人都要交税 而不只是这个 针对的一些特定人 单单买这个投资型保单的 这个民众 那另外呢 我们要来提到就是说 如果说像这些外商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家 之前提到的 美商大都会 还有得商安联人寿这些 那可能也有一些的外商公司 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扣税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台湾市场 那他们这个外商离开 我们就另外一个问题要问说 是不是会说真的就把 好好的把一个公司卖掉 还是说也会留下一些烂摊子 我想外商说要撤资 或者是要离开 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气化 因为你立刻离开 你怎么样处理你的保护呢 因为毕竟你当初卖这些产品 给保护的时候 你对保护是有一定相当的承诺 那你说要走就走 拍拍屁股就走 我觉得这不是经营企业的一个 一个长久的心态了 那最主要我觉得 就是说还是 就是说这些 受险公司的老板 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针对投资型保单 要课税这件事情 他觉得政府并没有进行 全盘性的思考 然后也没有倾听业者 跟民间的声音 因为事实上很多保险学者 就除了尹老师的态度 我是不太清楚 那事实上其他的保险学者 他们也都蛮反对 就说要立即刻税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些受险公司老板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应该在一个政大政策 推出之前 全盘性思考 然后全盘性 据了解民间的声音之后 你再做一个相关策略 那另外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金管会 他从头到底 他都是反对投资型保单要课税 然后他现在就跟富改会杠上 那富改会就说 金管会说他要修法 对不对 那富改会就说 没关系我不修 我不修 那我怎么做呢 我就用行政命令 我一直行政命令下来 那反正我明年1月1号 我就是要课税 那我觉得这就更有趣了 就拜托一个国家 让你们这个相关的单位协调好 好不好 不要两个单位彼此都在吵架 那看了我们小老百姓也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要把我们带领到哪一个方向去 所以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就是 类似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要出来之前 我们还是听一下各界的声音 然后也不要让这些外商公司觉得说 我们台湾的国家 我们的主政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那我们回头再问那个叶总经理 比如说相对的在这一段期间 这个投资型保单的一个业务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成长或是一些萎缩吗 因为前一阵子就投资状况不好 是稍微有点萎缩了 可是最近呢又好一点 因为有人讲说 就是不好的时候才进场的试点 前日进场的我想说大家都瞎哈哈的 那至于投资型保单 因为他就算修他不做既往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还要一段期间 在连礼之前可以赶快去买 是这个 我 PRESID福尔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